我们今天主题是 不上班行不行 当然行 我就一天班都没上过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我现在今天看到曾一老师 我真的感到特别亲切 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好rapper 最起码我们遵纪手法 你知道吗 就是 不管唱得怎么样 人做得不错 人做得不错 刚来唱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想着 不上班可以 但是不赚钱不行 所以晚上做音乐 白天找了一个运动品牌的兼职 相信大家从我这个气质 应该能看出来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 就是女装的这一层 主要是 副的女装那一层 所以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录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 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拖了一个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哎 小伙子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 才三千多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 没有买房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哎呦 天天吃外卖怎么活得下去 他就走掉了你知道吗 他又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这些阿姨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我死了没有 然后有一天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觉得过来说 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 他就是吃外卖吃死的呀 他就是 要不然是租房的租死的 也有可能是穷死的 后来就干了两月不干了 发现三千多在上海确实活不下去 就来做了这个脱口秀 还不如那个呢 干脱口秀也两年了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两年一直有一个事很困扰我 这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问自己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帅哥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帅 我只知道自己长得不丑 当我干了这行之后发现 干脱口秀 你只要长得不丑 那你就是帅 带着这个疑惑 我去问了我们的公司一个女同事 她说我们之前早就讨论过 你不属于那种五官帅的帅哥 你属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 氛围感帅哥 但是做脱口秀其实很累 不管是线下演出还是这种录节目 其实这种录节目真的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高强度地说话 导致每次录制完都是一个 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在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下 碰到一个特别想跟你说话的网约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甚至从上车他说的第一句话你就知道 完了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我就碰到这么一个 从上车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完了 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尾号2118 哎呀 2118 送你回家 多大岁数啊 我看你也就三十出头吧 我当时太累了 我只想敷衍一下 我说嗯 对 哦 那你们在这个片场是拍电影的是吧 我说是 对 哦 娱乐圈呢 娱乐圈水深呢 千万小心哦 但是赚的肯定不少 那不像我们 一个月累死累活了 才两万多块钱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四位蒙面就能戳到我的痛处 我沉默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这两万多块钱 哪里还算钱啊 你说说 刚才郊区买个房 车贷房那一还 就剩一万多了 一万多够谁花的呀 够你花吗 对不对 对的 对的 真的 大哥吸着一下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说什么了 我满脑子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么一天辛苦的录制 我在全盛时期能不能跟他聊个五五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聊不过他 他比我还莫名其妙 我就在想全上海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住他 我只想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是一个运动品牌门口的订单 上来一个拖着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上车之后 司机没说话 阿姨先说话了 小伙子你开这个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们一个月就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怎么活得下去的 两万多块钱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刚在郊区买个房 哎呦 这郊区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郊区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们一般就是 哎呦 你天天吃 这怎么活得 你哪怕吃点外卖的 你哪怕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OK的 谢谢大家